農曆新年快到,内地很多地方都容许玩烟花炮掌 但近日各地接连有小朋友贪玩炮炮粥 下去渠戒下面引发爆炸的意外 究竟有多危险呢?又有好运,带我们来看看 在四川达州,这个穿白色衣服的小朋友 将点着的爆炸扔入渠戒下面之后跑开 弹一声,周围五个渠戒连环被炸开 附近老人都黑得鸡飞狗走 而在零行人村,这两个男孩又是将点着的爆竹扔入渠戒下面 不过今次他们走不及,被炸到飞起,渠戒更加飞至六层楼高 类似的画面近期接连在全国各地出现 有小朋友更加因而相重死亡 消防人员表示,这样做是非常危险 爆炸的威力和硬井盖下早期的体积和硬井盖的面积有关 一定条件下早期的体积越大,井盖面积越小,爆炸威力越大 有时甚至可以将井盖附近的地面轰塌 连《人民日报》都发评论指,呼吁家长要好好教导小朋友 避免过年乐极生悲 有线电视记者,由郭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